40岁刘涛又出大事了!中国好媳妇形象瞬间崩塌。 提起娱乐圈的模范妻子,大家一定会想到刘涛,在事业正红的时候选择退出娱乐圈,嫁入豪门,本来应该过住过太太生活的刘涛,却因为丈夫王柯破产,不得不再次付出,为丈夫偿还巨债。 这种不离不弃的女人,确实让人很敬佩。 刘涛是小编为数不多喜欢的女星之一,作为一个女明星,能做到刘涛这样是很不容易的。 我最早看过她出演的就是《天龙八部》里的阿珠,那个狠独的姑娘,也是乔峰心仪的姑娘,那时的她,就早已印尽了我的大脑,喜欢她的个性,更喜欢她的特色。 在以《米月转》为例,刘涛演技那真是好到家了,把舒公主演得出神入化,虽然是配角,但是却抢了主角的戏。 可是最近,刘涛突然之间就被网友推到了风口浪尖,认为刘涛以前种种都是在做戏,包括对丈夫王柯的不离不弃,就是想凭借好媳妇的形象圈贤。 其实这种说法有点过分了,和丈夫共患难却被说成是做戏,炒作,换作谁都会感到气愤吧。 而刘涛被网友大骂的原因还是因为之前被爆料虐待助理的事情,这件事情来源于网上曝光的一组照片,照片中刘涛在拍戏片场玩手机。 她的助理拿水让他漱口。 刘涛喝完后就吐在了助理的手上,还让助理给他擦嘴。 照片曝光后,在网上引起不小的轰动,而正因为这件事情,刘涛中国好媳妇的形象也瞬间崩塌了。 其实明星在公开场合对待助理都是非常好的,比如说赵丽颖,对待助理非常的好,并且给助理的工资也非常的高,经常和助理去吃和玩乐,形同闺蜜。 还有正爽,对待助理也是很好的,在下雨天和助理同称一把雨伞,助理吃东西的时候耐心陪伴,看起来助理更像明星。 其实小编觉得,单单从一张照片就判定刘涛虐待助理,这是不公平的,也可能是刘涛的女王范太强,让人产生了误会。 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? 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 参考来源